欢迎收看财经护城河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我是龙高 上个礼拜五的美国四大指数表现算是一个震荡的走势 在尾盘的时间点 这四大指数是强势的拉抬 最后是小涨小跌的涨跌互建收市 对于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算是一个开高 偏多一个震荡的整理 最后是小涨的11点 说在这个16156点 那成交量是稍微的扩增到2329亿元 那面对这种行情 在今天的这个亚洲主要股市的表现 日本股市算是一个偏多的一个格局 那在这个南安股市算是一个震荡 那这也是有点点偏多整理的一个格局 那香港衡生指数呢 在这个盘中的时候是一个重挫大跌的一个走势 那目前是小这个下挫的这个221点 好那这亚洲主要股市的表现呢 跟这美国市大指数的表现呢 好像都没有这样太大的关联 那在这个上礼拜呢 我们已经有跟大家讲过了 这道琼贵指数跟这飞城半导体指数 拿斯达克跟S&P5指数 在偏弱的这情况之下 亚洲主要股市呢 有点脱钩 有点这样走强 好那在今天台币股市的这一个走势上面呢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 好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节目与关盘的重点 第一个大盘无法有效突破站稳 这个16,226点 那这大盘的偏多震荡 那这盘面上面的运输 这个类股是怎样表现的相对超强的哦 好那在这个第二个是台积电万夫莫迪 这外资大摩高喊千元不是梦 同志们啊 你手中有台积电是不是可以笑一下 开心一点啊 好第三个那这一个美股 周克一线的便利的马讯 这个人债啊那这个台币股市抢索的16,000点 向上测压的几率高 好那在行情上面变化解读呢 基本上呢我还是告诉大家 你要偏多的心态来这样面对 偏多的心态来操作 好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是联电 联电今天股价呢表现的算是这个相对大盘这样 有一点点弱势一点点 好那这个台积电的股价呢也是一样 有一点点弱势一点点 然后这个感觉怪怪的 有一点点又弱势又一点点 都是一点点 好那总而言之 上个礼拜 台积电跟联电是怎样 带动大盘这样抢索16,000点 锁住了 好这整个类股上面的带动电子股 从这一个所谓的上游的这一个 锡金元这个 这个所谓的IC设计 好那再到这个所谓金元代工 再到这一个所谓的 这下游的零储件都有表现的一个空间 表现的一个机会 那在今天呢 今天相反的是怎样 表现比较好是运输类股 那运输类股到底有多强 待会我们来告诉大家 好那台积电联电今天稍微这样 那震荡整理也没有关系 那但是呢 这一个红海今天股价呢 还是相对平稳 相对这样稳健 相对大盘这样 表现的比较强劲哦 来看一下这一支股票叫做长龙海运 在这一早盘就有出现一些买盘 冲高追价的这个意愿 感觉上非常非常的不错 那主要当然是受到了这个类股上面 这支股票叫做万海的股价 在这早盘就这样冲高买盘 带进去就这样拉到涨停板附近 那长龙海运的股价呢 当然是怎样 诶没看到吗 好长龙海运的股价呢 当然 又没有 ok好挑出来 好长龙海运的股价呢 当然在同一个时间呢 表现的跟进哦 跟进 好那长这个万海海运呢 去锁涨停哦 没有锁得很紧 那这个长龙海运呢 在这地方接近涨停的时候就打下来了 那另外一支股票叫做阳明海运 好 一样的是接近涨停之后就打下来了 好那过去 投资票你要思考一下 过去长龙海运 阳明海运 湾海运在去年的怎样 大涨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这三档股票盘中都这样 量滚量量滚量 当冲的这一个走势呢 怎样非常非常的凶猛 好那你可以看到今天强涨的时候 今天强涨的时候 阳明海运的这一个走势 有没有放量 有了 那这个走势之后呢 有没有这一个所谓当冲卖压 感觉上没有对不对 好没有 好那看一下这个叫做长龙海运 感觉上这边就有一点点怎样 卖压对不对 但是这个卖压也没有很强劲 也没有很强劲 这个地方还是怎样 被低阶的买盘给买上去了 这叫做长龙海运今天的股价表现 那这一档叫做什么 万海海运 那最后呢 走势呢 还是锁在这个涨停的 涨停的这个 这个这个走势上面 来看一下万海海运 在今年的第一季呢 赚了这16.64元 这是他今年第一季的这个财务报表 去年赚了这个42.35元 那去年的这个第一季呢 是赚了这个6.02元 所以今年的第一季是怎样 跳增了百分之加174 这是万海海运 好那再来看一下这一支股票 这支股票叫做长龙海运 今年的第一季赚了19.16元 比万海海运的怎样 EPS还高 那去年的这个第一季赚了这个7.04元 那在今年的这个成长 比去年成长了百分之159.75 感觉上没有比万海海运还多 但是去年的这个 这个EPS跳到今年来看的话 这长龙海运的这个 这个地方有点 OK拉过来 好那到这边才看得到 去年的这个 一整年的EPS呢 45.57元 有没有输万海 有没有再看一次哦 拉过来一点 有没有输万海 万海就42.35啊 好这个一个45一个42 那这股价这股价 万海的股价现在是163.5 长龙海运的股价是144 好从这边讲 过去呢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万海万海的股价 我认为他不应该比长龙海运还贵 不应该比 阳明海运还贵 那当时的股价都在180 19 告诉大家你要卖股票 你手中的股票不能这样抱着 好那再从190 180往下滑落 那杀到这个140左右 一度跌破了这个长龙海运的股价 在这个跌破跌低于长龙海运股价的时候 我在节目上面也公开告诉大家 当万海的股价这样 低于长龙海运的时候 就会是这样货柜三雄的买点 好这一句话我曾经讲过 不相信你过去自己吊带来看 好那吊带呢 要什么吊 你会说老师很困难 好这地方是这个138.5 好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长龙海运的股价 那是在这个地方是在看一下 多少140 好这一天是4月27 你回去看一下 在我们YouTube影片上面 4月27之前我铁定都有讲 那当万海股价跌破长龙海运的时候 将会是这个海运股的这个买点 好那这个地方的股价的表现 我们就都不讲 我只会告诉大家 以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以这个公司 公司到底好不好来看 那我们这个老板到底 这个实力强不强 老板到底有没有良心来看的话 那我会告诉大家 长龙海运的股价 这基本上就是这样 应该要比万海海运还高 那如果万海海运的股价在这个地方 长龙海运的股价在这个地方 我们假设万海海运的股价 没有被低估 那这样表示长龙海运的股价 是这样 严重的被低估 那他要他要急起直追 那所以万海的这个股价上涨 那长龙海运就当然要跟着涨啊 那如果万海海运的股价不涨 长龙海运要不要涨 还是要涨啊 那为什么因为这个赚的钱比万海海运还多 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如果万海海运的股价是高估的 好那当然这个地方万海海运的股价就要这样稍微的滑落 稍微的滑落下跌之后呢 长龙海运的股价有必要要跌吗 就没有必要要跌 因为这样万海海运的股价是高估的嘛 所以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我还是告诉大家 你想要当航海王 你想要怎样交易航海这个货柜山雄的股票 那当然是这样 最重要的指标股 当然是在长龙海运身上 好那这阳明海运呢 这个基本上呢 我也告诉大家 当然也不错 但是呢 在股价陷入上面的这个变化来看 好这地方 这地方的这个股价上面来看的话 好这个 最弱势的 这三档股票最弱势的是长龙海运 如果长龙海运的股价呢 表现呢 是算是怎样 比较稳健 往上走高 那当然阳明海运会继续上涨 当然万海海会继续上涨 但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万海股价呢 不应该比长龙 不应该比阳明海低 所以当万海的股价上涨的时候呢 会不会 这三档股票一起上了后 万海的股价会不会怎样 继续的这样大幅的成长 这必须 这是你必须要留意的一个这个情况 好那这对这一个 这四档股票来看的话呢 这个台积电 连电 这一个长龙海运 跟这个红海的股价来看 这四档股票 在我节目上面 过去一段时间 几乎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一直告诉大家 当股市下跌 下跌的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选股 找股票买进 要从台积电的角度出发 要从连电的角度出发 要从红海的角度出发 要从长龙海运的角度出发 这四档股票 在我节目上面都成为怎样 内容上面重点啊 都成为这样 我盘后上面节目怎样 不停告诉大家的这股票啊 好那现阶段你已经看到了 你已经看到了 这个地方的表现 这整个市场的卖动 都跟这四档股票有关 这整个市场的这个消息面 也都跟这四档股票有关 那对于这行情上面的表现呢 那我只是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要怎样 对行情短线上面 有一个明确的了解的话 请你要加入我的会员 如果你要再对这个行情上面 这样短线的卖动 要更这样更清楚的话 还是要加入我的会员 好那对这一个波段来看的话呢 当然你看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对于现阶段的股市的卖动 那我给你的分析见解是什么 对我的会员而言 在今天行情的表现来讲 你可以看到这开高之后呢 这是怎样有点震荡的 那对于这个上礼拜五 美国四大指数的表现 再加上今天亚洲主要股市盘中的这个变化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台平股市的走势 相对着日本股市的角度来讲的是怎样 比较弱势的 好那这个四大指数呢 这一个涨跌互见的情况之下 你知道今天开高压力会是在哪一个地方吗 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地方 如果站上去 台平股市在今天盘中的震荡的卖压会怎样 会比较小 这是我告诉我会员朋友讲的 那个位置叫做16226点 好那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盘点三分钟的图卡 就已经有告诉我的会员朋友 那一样的在这call讯上面 今天一找盘我就直接告诉我的会员朋友 上周五晚 那美国四大指数呢 这一个震荡之后呢 小幅度的涨跌互见收市 那今天亚洲主要股市呢 是开始是以利多来反应 那预期台平股市大盘会开高 那这个多头表态之下 最好这个突破 这个站稳 最好要突破站稳16226点 好这五盘之后的这一个 这个卖压才不会怎样 不容易被出现 好那所以 这今天的这个角度来看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是大盘在今天的走势 16226点在这附近 找盘有没有突破站稳 有突破但是没有站稳 那这股价就出现了震荡 那在这个往上走高的时候 有没有突破站稳 又没有对不对又没有 那所以呢在五盘之后的 这一个震荡卖压就怎样 比较容易出现 好杀到这地方 这最后呢是小涨的11点 好投资朋友我再讲一次 如果你想要对整个行情的卖动 短线上面的波动 要清楚了解的话 请你一定要加入的会员 好尤其是怎样 你有做这个指数奇卧的投资朋友 好你自己心知肚明哦 看我的节目呢 对你的这个交易有没有帮助 另外一个对这个行情上面 波段的这一个好 这一个涨跌的这个走势来看 一样的你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 每天都要观看 为什么因为在过去 好那我在这个去年的这个年底到 今年的年初 一直告诉大家 好去年年底 我就已经跟他讲了这跨年跨年之前就讲了 今年的行情不会比去年好 那在今年年初呢 我一直跟他讲这股市会跌 股市会跌 好但是呢股市会跌会不会杀的很凶 我当时已经跟他讲过 因为台北股市的大盘呢 有再创历史新高 突破了这个18034的这个历史高点 来到这18619 18619 那接下来台北股市往下跌 会不会跌到过去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了 这个这个复合式头肩 这个我们讲说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创新高 如果没有创新高 它会有机会成为这个 复合式的这个 这个头部 那往下跌呢会怎样 会杀到这个13000点附近 但是因为有突破这个位置 18034被突破了 来到18619 那我说过了 这台北股市即便会下跌 应该都怎样 都会守在这个15000点之上 这15000点之上 那当然我们在节目上面 也公开跟他讲 这16300点以下的支撑 就会怎样 比较强劲 当然我们也跟他讲过 15800点之下 那这个地方是怎样 随时都会落底触底 好那这成为这一个 触底的这个走势之后呢 接下来到底会不会 能够继续的往上攻高 那主要的原因 当然主要的关键指标 当然当然是在台积电 联电身上 对于台积电联电的 这个股价上面的表现来看呢 我们就从这张图 可以告诉大家 好这个是2018年到2021年的 这个全球 这处理器代工的产值 好这叫做台积电 这是2018年的蓝色是2018年 这个橘子色是2019年 这个灰色是2020年 这一个橘这个也叫橘色 这浅黄色 我们就要讲浅黄色好了 好这个地方 这个土黄色好了 好这个地方呢 这个是怎样 2021年 这是去年 好这你看一下台积电 从2018年 2019 2020年到2021年 这个地方的这个怎样 代工产值 这单位是怎样 这57是怎样 10亿美元 所以这个地方是570亿美元 570亿美元 这是在去年 这连电呢 是怎样 190亿美元 三星呢 只有怎样 80亿美元 那中芯 Glow Founder 就更不用说了 好那这个地方 有2018 2019 2020到2021 你自己看一下 对照图 这个地方 葛工方则是怎样 从2018年的这高点 开始一路的往下滑 它的施占率 它的代工产值是往下掉的 那在2021年 去年稍微跳起来 好那这一个地方 中芯呢 小幅度的增加 三星呢 小幅度的增加 好那这连电呢 连电呢 有没有跳高 有跳高 你自己看的很清楚 好那这台积电呢 你自己按下计算机 那我就不用多讲了 如果这张图 你感受不深的话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张图 这张图 蓝色这个地方 叫做什么 台积电 好你可以看到 台积电的占比有多大 这么的大 那这一个橘子色 叫做联电 这一个灰色 叫做什么 三星 这个土黄色 叫做中芯 这个浅蓝色 叫做Glow Founder 好那你自己看的很清楚 谁比较厉害 答案叫做 护国神山台积电 对不对 那第二名是什么 第二名是这个联电 好所以呢 对于这个台积电 联电的股价的表现呢 在今天呢 这个大摩 这个直接喊 台积电三年内 完成这个千金梦 千金梦 那外资过去呢 喊的目标价 那被我们的这个立委呢 怎样批评说怎样 心口不一 对不对 喊高会卖股票 喊低会买股票 好了 这几乎呢 最近是说 一直喊一直喊 喊的越高是怎样 股票越卖越多 那现在大摩喊到更高了 怎样千元不是梦了 好千元这样三年内这样千金梦 会怎样 会完成 好那大摩的话可不可以相信 可不可以相信 你要不要相信 好 在我节目上面呢 我曾经跟他讲过 这外资有很多外资 券商有很多 好那外资呢 这个报告出来的 这个话出来呢 那这个可信度比较高的 那依照我们过去交易经验是高盛 高盛 那大摩呢 大摩的可信度呢 算是第二名 算是第二名 好那这大摩 为什么可以变成第二名 那基本上呢 这个有时候 也是会有误差 那为什么会有误差 因为大摩的这一个 这个消息呢 会跟这个外资 这个摩根期货 应该讲不是摩根期货 因为MSCI 这个期货有关 好那这个外资有时候 会放消息 会站在卖方 然后放坏消息呢 会站在买方 会相反做 但是大摩大摩 基本上 基本上呢 他的这一个 说出来的话 可信度应该是这样 这个是高了一点 高了一点点 当然我们不会每次都相信 不会每次都相信 好那基本上 对于台积电 这是千金梦 千金 那到底会不会来 那 你如果问我 我认为 几率不大 但是股价 会不会有涨 会涨 会不会往千金靠近 会不会往千元靠近 那我认为应该也会 但是呢 这个基本上呢 要1000块 这个走势可能 我们先不要想这么久 好不好 好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的时候 是我在这个 我们Smart金融库 赢家大胜的 这个影片上面 就直接告诉大家 我认为 台积电是怎样 可以守住500块了 这是5月5号 5月5号 我们录制这个节目 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 就直接公开告诉大家 台积电可以怎样 锁住500块了 台积电的股价 台积电的股价呢 在这地方怎样 505是怎样 5月10号 好 我有没有马前炮 有啦 在这地方505是怎样 5月12号 5月12号 5月10号 我们5月5号 5月5号就入制 我就已经讲了 有没有马前炮 你自己心知肚明 绝对不是马后炮 绝对不是用猜的 好不好 好 所以对台积电的这个股价上面呢 短线上面呢 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不管呢 未来会不会实现千金梦 那短线上面 你必须要特别留意 就是这个位置 上个礼拜 我曾经跟他讲过呢 索稳500块呢 这个股价呢 这个最近的走势呢 会是在500块到570块之间波动 那这个位置呢 是短线上面重要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不管有没有跌破 不管有没有跌破 都这样 月接近520 你就要越接近 就要越站在买方 好 那像今天收盘 今天收盘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收盘价是多少 这个528 好那假设 假设 这未来两天他稍微回落接近520 你要不要买 要不要买 要买 有钱就要买 没有钱就一定当别论 好 那假设未来两天他跌破了520块 来到518 517 同志 同志 要不要买 还是要买 好不好 还是要买 那有钱就可以买 没有钱呢 就看看就好了 好不好 对台积电股价呢 我们再讲一次 要站在买方 但是呢 请你坚持了 这个坚持我们看法不变 请你千千万万不要用融资来买进 请你千千万万不要为了提高你融资的维持率 用融资去买进台积电 我再讲一次 第一个不要用融资去买进台积电 你没有钱 钱不够 就请你买零股 就这么简单 另外一个 如果你融资维持率 整户融资维持率 你为了要提高 好 那你要去再选一档股票用融资再买进 我建议你千万不要买台积电 就这么简单 好吧 那这操作上面 这个股价上面 这变化 那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 这所住500块 就是500到570之间波动 那这520块是短线上面 你要不要买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讯号 那看一下这支股票叫做创意 这支股票叫做环球金 这两档股票跟台积电有关 一个是他的IP厂 一个是他的上游戏金元 上个礼拜这两间公司的股价呢 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凶猛 都表现非常非常的厉害 然后我们的这个档案后面抓错了哈 这个档案抓错了 好没有关系 投资案我们就直接这个不带图讲的啦 好不好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这个系统的图来告诉大家 直接用系统的图来告诉大家 好这个地方哈 这个创意哈 创意跟黄球金哈 创意的股价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最近呢 他表现是这样非常非常的强势 非常非常的强势 在这个上个月哈 这25号这股市大跌哈 这大跌那一天我们去看一下这一天呢 4月25号 股市这样是重挫400点的那一天 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讲准备怎样 这样弯腰减黄金啊 那当时就跟大家讲了 当时的这个创意的股价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4月25号是这一天哦 2627你如果有听我的话 创意可以买到这样相对的低点 同一档股票 不是同一档股票 同一个时间 这一个环球金一样的 4月25号是在这一天 2726 你自己看一下2627 这地方可不可以买到漂亮的低点 好对环球金的股价呢 那我今天有跟他讲过 这个地方有一个大的跳工缺口 这个股价呢 只要有跌破这个跳工缺口 都会是怎样 站在买方 那股价呢跌破 那是500块呢是怎样 千载难逢的好买点 如果你不买 我说过了叫做怎样 笨蛋 叫做 笨蛋 真的我是这样子讲 没有错 好那当然呢在短线上面这个变化呢 这个地方491 隔天就没有来到500块以下了 这是环球金 好那我们不要讲投资人是笨蛋 好不好 我们就直接跟他讲 这不买呢 当然是怎样 就是怪怪的 这样就可以了 好对这一个IP厂 对这个短线的股价呢 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告诉大家 这个台积电 台积电 这个 这个 上下游的供应链 你必须要特别留意的是 上游 另外一间公司 当然就叫做这个谁 这个联发科 好联发科的股价呢 那当然我们还是告诉大家 这个今年啊 是会面临到这个高通的这个挑战 而这高通的这订单呢 转到台积电之后呢 接下来在下半年这个地方 进入中国的这个5G 这个需求的这个旺季 这个手机的这个换季的换季草 应该都会在下半年产生 好那这个地方的这个联发科呢 那我们还是告诉大家 这个震荡呢 当然是可以站在买方 另外一间公司 就是他的这一个 过去的母公司 联电集团 这间公司的股价 在这地方联电的股价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股价呢 在50块之下 打出来的这个底部是怎样 时间 第一个够久 第二个是什么 已经有形态了 这地方是一个头部 这地方是一个左肩 这地方是右肩 这右肩的低点有没有比 这右脚了 不要讲右肩了 讲错了 这个右脚 这右脚的低点 46.85 46.85 有没有比这个左脚的低点 有没有低 还低 这低点是46.2 没有 所以这地方是一个怎样 有一个底部的一个形态 这底部的形态呢 突破颈线 那是这样 对称上涨要怎样 走一个涨幅 是先走左边的这个对称上涨 那往上走高之后呢 再怎样 再侧压 再侧压 所以这骨架 这骨架呢 只要没有跌破这边的这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头肩底 头肩底 不是顶 头肩底 这个地方是右脚 这是左脚 这是头部 这地方有一个头肩底的形态 这边有一个颈线 只要没有跌破 当然就是往上看啊 当然就是往上看啊 好 如果跌破呢 跌破呢 那基本上呢 我会告诉大家下跌的空间也不会太多 也不会太多 好 这是连电 这是连电 那我们拉回到台这个这个 这个鸿海的股价身上来看 鸿海的股价呢 在最近的股价 有没有走强 有没有走强 好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会员朋友的话呢 在这个盘中气质分析营 在这个索马影音 就可以听得很清楚 我们再怎样 要适机的找加码买进的点 好 这适机加码买进的点 位置在哪里 我当然不会告诉大家 因为这是我们会员朋友的权益 我只会告诉大家 你手中如果有鸿海 第一个 你必须要报警 第二个 你手中如果还有资金 你就是要找加码的点 而这加码的点 要买在哪里最好 要买在哪里最好 那我会告诉大家 今天我没有买进 就这么简单 好 那这个鸿海的股价呢 对于这电动车的后市的趋势来看的话 我还是跟大家讲 讲得很清楚 电动车的布局 在这个鸿海集团上面的布局 就是非常非常这样 匡广 在从美国 欧洲到中国大陆 甚至在东南亚 都有它的这样 合作策略联盟的 这一个 这重要的这个厂商 重要的这个公司 那对于这个鸿海集团上面的布局来讲 过去的苹果供应链 来自于它的营收是这样 非常的高 那苹果代工的产值会不会降低 会不会 会不会 你说会 没有关系 因为供应链有这样 稍微的这样出现一些 因为中国大陆 疫情的影响呢 这样出现一些震荡 好像这震荡影响有没有很大 没有很大 我们已经从这四月份的营收已经有跟他讲过 比去年同期 怎样 增加了百分之2.75% 这是累计一到四月份的这一个成长性 好那这跟这一个四月份的这个这个同一个时间点好来做比较 比去年同期是减少了百分之2.8% 换句话说 对于这上海的封城 对连这个鸿海的股价 鸿海的营收来讲是怎样 没有太大的影响 更何况是深圳的这个封城都已经这样结束了 好了未来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疫情的这一个开放 对这个鸿海当然是一个利多 对苹果而言 他的这一个供应链当然要调整 做一个调整 为什么 因为他还是会担忧整个中国大陆官方对这疫情是怎样 不断的要怎样持续的清零 这清零清零到底要怎么清 那这苹果当然会怎样这个会有远利 会远利 那这调整的情况之下 鸿海会不会变动 当然不会 那台商的这一个 苹果供应链的这个变动幅度会不会很大 我会告诉大家 不会很大 不会很大 台积链的最大客户 苹果 鸿海的最大客户 苹果 苹果呢 这一个全球的这一个 这消费性电子品牌的这重要性 越来越高 因为他的这一个产品的效能 透过台积电怎样代工之后 透过 鸿海怎样组装之后 这做出来的产品 肯定都是怎样优于三星呢 三星当然就是怎样被怎样被打败 而被打败呢 那这个鸿海的股价呢 在这时间点 去年一整年的表现是怎样 从这边我在节目上面跟他讲过 这是一个三角形的收链 在这个月的鸿海已经怎样突破了这大的三角形收链的下降压力 在这个月 在这之前我已经有跟他讲过 你要不要买 要不要 要不要 那你自己决定 那我再讲一次 这是鸿海股价 在月K线上面 已经突破了这个大的三角形收链的下降压力 这是今天这个月漂亮的一根红K线 你可以对照一下 看一下去年去年去年哪一根红K线比这个还漂亮 除了这几根之外 除了这几根之外 都没有对不对 所以这地方的整理完毕的这个鸿海 当然要留意啊 有股票当然要怎样 续报报警啊 手中有现金怎样 司机加码买进啊 在跟这个台积电一样 这是鸿海 这是鸿海 对这三档股票 台积电联电鸿海 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我们这个长鸿海运的角度 这个长鸿海运的角度 我们之前 我刚刚也是有跟他讲的很清楚了 好 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节目上面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重点是什么 美国的这个股市呢 在这个震荡整理之下呢 周K线背里的买讯还是存在的 还是存在的 那台北股市呢 锁住这16000点 向上侧压 向上侧压 这个位置 那我是直接告诉大家 好 这个位置叫做什么 16579 对不对 这个位置是这一根黑股线的最低点 是这样 1万 没缺过来 好 这个地方是16579点 他是这个最低点 这个地方有这个向下的跳空缺口 那反弹之后呢 这个地方又是一个跳空缺口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个压力 当然是怎样 会比较重 这个地方的压力 到底会有多重 那我在节目上面 已经有跟他讲过 我认为不是很重 好了 那以现今上台北股市的走势来讲呢 这上涨呢 就容易怎样 量缩 下跌呢 容易量增 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第一个市场上的持股信心怎样 薄弱 第二个是这样 市场上的这一个多头 这样 持有股票的人 大部分都赔钱 容易吸收 那这两个角度 这两个怎样 基本上是怎样 对立的 感觉上是逻辑不通 好上涨的时候 这个怎样 手中有股票的人 怎样 不肯卖 涨的时候成交量放出来 就容易吸收 就有吸收 量缩上涨 好那这下跌的时候呢 这个怎样 不卖股票的人 还是不卖 对不对 但是呢 持股信心薄弱的人 会卖股票 好会卖股票 那这卖股票呢 都是比较偏向对的 短线 都是偏向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 这个赏务投资配合 有融资的这个投资配合 所以呢 操作上面 操作上面呢 我还是告诉大家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整个股市上面的脉动 即便今天是怎样 只有小涨11点 但是呢 在这个 这个大盘的这个 走势上面 走势上面呢 这个 这个周K线上面的这个角度呢 这个时间点 它是持续修正下跌乖里的 持续修正下跌乖里的 那如果我们拉到这个 看美国市场的角度来看 美股来看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讲 道雄公益主席 在上个礼拜五 是这样拉的这个尾盘 那这越接近 三万一千点 我就会说 怎样 那我跟大家讲个很清楚了 这支撑会越强劲 上个礼拜五 煞到三万一千点以下 有没有直接拉起来 你自己看清楚 三万一千点以下支撑 是不是很强劲 是不是很强劲 有没有急拉 同志们 你先看一下 这最低点 最低点是30635 收盘是31261 这地方是拉了几点 涨了几点 同志们 这地方是涨了500多点 这地方从最低点 拉到这地方 是涨了500多点 这地方的支撑 你觉得抢还是弱 当然是抢劲 那当然是强劲 好啦 以周K线上面的角度来看 这地方 我们刚才讲过了 这有一个什么 背离的买讯 这背离的买讯 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怎样消失 它还是存在的 那这个KD指标 在周K线上面 它出现一些乖离 那一样的 我会告诉大家 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 随时都会出现修正 这下跌乖离的走势 一旦它开始修正 一旦它开始 怎样出现上涨的走势 这周K线上面的 背离买讯就会怎样 有很大的机会 会成立 会成立 一旦成立 股市当然是怎样 震荡走高 向上撤压 震荡走高 向上撤压 这是美国道琼工业指数 一样的情况 我们放在这一个 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走势一样 看一下这周K线 一样的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的这个KD指标 也是一样打出一个 类似一个W的一个走势 那这地方的 这背离买讯呢 这个当然不是用 KD指标来看 那你可以看一下 MACD这个地方 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样的 它会是有一个 背离的这个买讯 在周K线上面都很清楚 而且比这个 道琼工业指数的这个周K线的这个买讯 会更明显 而且更强劲 所以以美国市场的角度来看 我会告诉大家 这地方你必须要怎样 站在偏多的角度来交易 这地方你怎样 操作心态要持续的偏多 那股市震荡震荡难免 因为这激素性的修正还没有结束 因为这下跌修正乖离 还是怎样 整体趋势稍微偏空 但是它是这样 震荡整理而已啊 你要站在怎样买方才对啊 好不好 好那这大盘的这个走势呢 这个地方我们也不多讲了 那对照这个美国市场的表现呢 我们刚刚已经讲的很清楚 我们应该已经讲的很清楚 所以拉回来这台币股市的角度呢 这个持续 这个周K线会修正下跌的乖离 那这周K线 这应该 这月K线 月K线呢 这地方也是出现乖离 那这个乖离呢 我认为随时都会出现 这是大盘的月K线的角度 好 它随时出现之后呢 这周K线就会持续走强 那这K线会持续向上撤 会撤到哪里 撤到这个跳空缺口 这个地方是怎样 16579附近 这个地方会怎样 要有一根中长虹穿出去 好 那这地方的这个短线上面 这16000点 未来就不容易被跌破 好 这是这大盘的这个趋势 那我们再看一下几短线好了 因为我们在图档 今天这个档案没有存到 没有call好 好来看一下这几短线上面的线路呢 这是30分钟的线路呢 那今天是碰到这个压力 那这60分钟线路呢 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压力 那以这个90分钟线路呢 出现一个背离的这个卖讯 所以呢 对明天的行情 对明天的行情呢 如果这个地方是开低的话 那我会告诉大家 这股市呢 明天会等一下 会往下测这个地方 红K线 跟这一根黑K线的 这个地方的支撑 好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支撑 如果呢 能够索稳 明天跟后天能够索稳的话 那对多头而言 这礼拜就算是这样 厉害了 好 就算厉害了 我再讲一次 明天如果会开低下跌 明天后天 会来测这一根黑K线的 下影线的支撑 会来测这一根 红K线的支撑 这个位置 刚好都在怎样 一万六千点上下 不会很远的地方 只要这礼拜明天后天 能够抢索在一万六千点之上 同志们 最多头就是一件好消息 好不好 好那节目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不多讲了 最后呢 就跟大家讲一下 重点中的重点 好重点中的重点 当然是怎样 弯腰减黄金 这个时间点 美国的市场FEDD 结束会议的内容 我会告诉大家 请你不要再多想了 六月份 七月份到底会不会持续升两码 那这是这个未来再讲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震荡震荡震荡的时间点 当然是弯腰减黄金 当然是弯腰减黄金 如果你手中有任何的股票问题 那你不知道怎么办 你手中的股票 这该买该卖 哪一档股票要换股 哪一档股票应该续报的投资配合 都可以在我们财经护城河的 这一个LINE AT上面来询问 LINE AT在我的手下方 有QR Call 你可以随时的扫描 来加入 就来询问 那在我们影片下方 有财经护城河股票咨询 申请表的这个网址 随时都可以点选 点选之后 输入你的姓名 电话跟你想要问的股票名称 就可以直接提交 都没有关系 好 最后再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财经护城河的节目 那希望大家要每天锁定来观看 财经护城河 让我为您来怎样 守护与创造您财富的堡垒 好不好 我是洪高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